民主国家为什么都会有这种反渗透的部门 就是因为害怕 因为被敌国或者是非民主国家渗透之后 我们的民主政治就无法获得保障 所以今天要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要保障我们的民主 不是违反民主 更加弱我们今天是一个 台湾是一个言论自由 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任何人如果只要受到非公正的待遇 都可以去控告我们的政府 我们目前还有刑事赔偿法 只要你是非法的积压 每一天是2000块到5000块的台币 你可以去跟国家要求赔偿 所以我们是有完善的 来保护这些被征训的人 所以我说马英九这样讲 好像说这是什么绿色恐怖 或者这是什么反民主 恰恰相反 我们今天所有的做法 就是不要我们因为被中共 被我们进行侵害 我们知道全世界现在 唯一想要消灭中华民国的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就是要消灭我们的国家 改变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 改变我们的民主自由的这样一个价值 所以我们今天做这样一个做法 不是在侵害人权 而是在保障更多人的人权 因此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做这种的阐述 我是不能够接受的 我们看到这个林明正 就是这次被这个约谈的四位 其中一位林明正 他走出地检署 他讲什么 他讲中国人站起来 支持同一朋友站起来 然后这个 这个还是说什么 中国人民是不会同意 这个事情发生的什么意思啊 这个林明正先生意思是说 我背后是有靠山的 中国人民不会同意 这样的事情发生什么意思 中国人民不会同意 这个案子来侦办 果然中国大陆开始铺天盖地的 发动人民来支持 这个王炳忠 中国大陆什么时候 这么重视人权啊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 李明哲的事情 刘晓波是中国大陆自己人 遭受到监狱里面 被迫害到死 连他的骨灰都不让他保存 他撒在大海里 他的太太刘霞 现在陷入了一个精神崩溃的情况 请问你中国大陆 有谈论到人权吗 你有允许人民 在网络上去声援他吗 绝对不可能 立刻封网 只要谈到有关于人权的问题 都是一个禁忌的话题 什么时候开始认为 关注台湾的人权呢 我觉得这是非常 非常讽刺的地方 好 那你看到 林明正为什么这么底气说 中国人民不会同意这件事呢 果然 安丰山发表了一个 非常强硬的一个言论 针对这个王炳忠 他说新党是坚持一个中国 反台独 而且强调和平统一的 他说蔡政府对于这个 支持统一的政党 是打压迫害 这是最近以来 中共对台湾 直接对蔡政府非常强硬的批评 什么意思 新党王炳忠是我的人 你们怎么可以对我的人 动手动脚 这是一种威吓 这种恐吓 林明哲是颠覆国家政权罪 他有个诈骗15年 为什么 一方面当然诈骗的问题很严重 他民怨很高 他要拿这个事情来 告诉某种程度表现说 你看我中国政府 我习近平政府我是真的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拿台湾人来杀鸡来警猴 也告诉获得人民的支持 你看我绝对有办案 但是我们看到他更重要就是把台湾人民 其实这个诈骗案是在马英九520 去年520以前就发生了 所以这个跟蔡政府是不是有直接关系 因为他在马英九执政末期 就开始把台湾的诈骗案 诈骗案的相关的台湾人 直接移送到中国大陆 而且每次都是用很大的媒体 大幅报道 他们戴着这个面罩 然后武警从飞机上下来 他在对内宣传什么 第一个 我真的有在办案 我真的要为民除害 第二个 台湾人就是我中国人 这就是所谓的准国民待遇 那李明哲为什么用颠覆国家政权罪 而不是过去的间谍罪 间谍罪是比较是境外人士 他讲肩负国家政权 就是什么 就是你是我的国民 而且还剥夺他的政治权利 台湾人在中国大陆有什么政治权利 他告诉你 你的政治权利是属于我的 所以他现在做了这些做法 再加上我们看到 今天他的这个审判 重刑审判 他就要告诉台湾人 告诉全世界 我的管辖权 我是可以直接做这些处理的 包含最近可能还有一些 从西班牙也要引渡 所以他不断的在做一个主权的宣誓 然后把台湾矮化为是 我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 那未来甚至台胞镇 他会要求其他 有一些他友好的国家 台湾人进入到这个国家来旅游 不准用护照 只能用台胞镇 所以你看这些措施一连串 你刚刚讲西班牙 而且台湾人在国外 除了我们刚刚看到 这是肯亚的诈骗集团 在今天北京的法院 进行审判 两年到15年重刑之外 不只是西班牙 画面当中您所看到 电信诈骗集团 这个案例 频传了 包括在礼拜三的时间 南横警方他们在 冀州岛再度破获 这是以台湾人为首脑的 电话诈骗集团 总共逮捕有51人 这次南横警方出动 多达120名人力 大举就在这个冀州岛的 一栋建筑物当中 搜出大批大批电信的诈骗资料 包括了舒适台的电话机 等等通讯设备 那搜查室 嫌犯还一度意图要灭证 索性及时被警方给阻止 所以这个地方 我请教的是姚老师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些案件 凸显出人权的重要性 当然该办 我们的法治不应该再纵放 不应该再侵犯了 这些案例在台湾 过去判无罪 甚至一年侵犯 实有所闻 如果我们从法治面认为 这个案例是非常重要 检察官你的态度是什么 但是相对 柯文哲 你们曾经关心过 李明哲的案件 要求李明哲案件 两天内来做说明吗 马英九总统 有没有要求 这些诈骗案 在中国审理的过程当中 也应该尽快来出面说明 可不可以两个月来说明 马总统跟柯文哲 怎么突然之间 对王炳忠这个案件的人权 格外的重视 那杨老师怎么看 就是互短 因为意识形态 他们就不对任何中国所发生 对台湾不合理的事情不加评论 中国对李明哲的迫害 完全是威权跟恐怖统治的一个典范 应言论 在台湾的言论 而被逮捕 处罚 九个月完全没有讯息 然后台湾居然 马英九也好 李明哲也好 从不对李明哲发言 呼吁中国应该重视李明哲 自己请律师的权利 接见亲属的权利等等等等 程序完全不公开 只有审判的时候 被认罪了一段时间 其他完全没有露脸 所以相对于中国这种状况 居然指责台湾有白色恐怖 复辟或者法西斯 这是完全昧于真实的 台湾完全没有白色恐怖的问题 而昨天 在台湾王炳忠等人的案件 他是以证人 或者以被告的身份被传 它的差别只在于 如果是被告的方式被传 最后有证人的方式 转为证人被释放 因为他们查这几个人 可能没有犯罪的事实 所以以被告的方式 传讯的可能性 那个过程就属于完全合法的 不管鞠票 不管搜索票 他如果以证人的方式传 转为被告 他也不会如此就放出来了 在白色恐怖时代 是错抓了也错办 他没有如此确定有证据 没证据之后 还要继续 还就这样如此释放人 不会有这种状况的 整个的程序是公开的 所有的程序都有边上 有人也没有拦阻记者 你可以在情治机关 被甄讯的机关门口示威 这些都跟白色恐怖统治 毫无关联 任何一个脑袋清楚的人 都不会认同马英九 所讲的法西斯 法西斯纳粹的统治 哪里是像这样子 在门口跟你说理 要四十分钟 王老师 他是贵委曾经一国元首 担任过法务部长 学法律都知道 那怎么可能 他说出这番话呢 为什么 这个才叫做把政治 变成一个法律 法律的归法律 法律是检调在办理的 你就不要用政治的语言 跟口号去安搭 说这是民进党政府 要压制新党的人员 这是毫无根据的 因为调查局既没有承报 我相信连法务部 可能都没有承报 更不要讲行政院长 或者总统承报 此案我要收网 或者要如何的作业 没有嘛 那刻意要把这样子的 司法案件 冠上政治的名词 他的用意就是用意识形态 指责现在的政府之情 指责现在的政府 主导压制反对党 把所有单纯的司法案件 模糊上政治的色彩 这是他们的目的嘛 因为要打击 现在政府的威信 破坏现在政府的 这个名誉在国际上 所以他会讲说 在国际上 我们自由民主的形象 会被破坏 对不起 这个案件在我们国际上 认为我们台湾是一个 自由民主国家 没有任何的影响